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概即將要進入第八年 因为我本身其实不是台南人 从学到毕业之后 大概大家跟同学啊 或者当时的朋友就鸟售散 就大概差不多只剩下我留在台南 那我可以说从毕业之后 进入社会 我的周遭真正的所谓比较友好的关系 比较close的关系 几乎都是车主 我会跟瓜哥认识是因为我有一个 也是我的车主 就是我在Volvo之前 是在短暂带过Volkswagen 他老婆是跟邱建森是EMBA的同学 所以透过这样的介绍 差不多是在四到五年前吧 那个时候 跟我买一台上一代的S60的T5 他们从有第三个小朋友开始 其实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它S60空间早晚一定是不够用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看过这么多的小家庭的用车的需求 当然他们自己本身 对于休旅车 他们也会来做一些体验跟研究 但是对邱先生的服务人来讲 也许是体质的关系 所以他们对于休旅车的那种晃动感 是比较不舒服的 在一次休旅车生他们本身 去德国出差的时候 在Local也有租用V90 也连续开了 我记得好像两周的时间吧 本身对于旅行这个产品 其实就蛮有好感的 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V60还没上市 那V60上市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开心 就是说因为跟上一代比起来 这一代V60大很多 那行李箱空间各方面 已经不会小给V90太多 所以既然V90停不下 那我们V60也上市了 而且尺码放得比较大 空间比上一代来是大很多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台车来 去做一个考量 现在应该算农产业 农产的加工制造 那当然我们也涉及到原料 我们算是一个农业的产业链 我现在担任的话 比较算管理职 我负责整个公司的营运 我在几年前 我自己拥有了Volvo之后 那刚好有机会到国外去旅行 到美国去旅行 结果租了 怎么坐上车了 还是Volvo 那个时候只是换了一个环境 就是窗外的风景不太一样 但是因为那时候车子 租车车有交换车 结果一换完车之后 马上开始怀念Volvo 因为最主要是Volvo的座椅的 乘坐舒适度真的很高啦 不论是我家人的车或什么车 其实开完之后 你会最怀念的除了油门跟方向盘之外 最怀念的是那一张可以顶着你的那个椅子 对我们来说 其实邵敏它提供的是一个Total solution的概念 就是我有很多需求 也许是车子的 也许是车子的使用的 或者是车子遇到的状况的 甚至我在国外 我开了Volvo我有问题 我还打回来台湾问他 对这个讯号代表什么意思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啦 而且是我真的是多了一个好朋友 一个懂我生活 而且使用车辆这一块的好朋友 差不多在四年前 我开始每一台要交出去的新车 我都会重新再做过定位跟底盘的确认 然后那当然对于车主未来怎么养护这台车 我们也只能从旁建议 但至少对身为一个业务的责任 把车弄到最好交易手上 我觉得至少要能够完成这件事情这样子 我一定要跟你说 你就这么说 让我拍下来 我欢迎准备 你